颈椎病会引起来头晕 但是呢 引起头晕的病是很多的 睡觉翻身的时候 出现头晕 往往是耳视症的表现 它呢 除了翻身的时候 比如从左往右 或者呢就是平卧往左翻 等等 除了翻身的时候 出现严重的头晕 甚至呢会败有恶心 同时呢 快点呢往往还会出现呢 在座位往下坎的时候 或者呢就是从卧位 往起坐的时候出现头晕 这呢都是耳视症的一种表现 它不是颈椎病 那么耳视症呢 我们又叫做良性 位置性 发作性悬晕 所以得了这个病以后 不用紧张 而且它是良性的 再一个呢 它是发作性的 也就是说呢 和体位有关 当我们的体位法 变化的时候 它会出现严重的 眩晕和心等症状 再一个呢就是 它呢就是受这个 体位影响啊 出现这一系列症状 主要的原因呢 是正常情况之下 在耳道里面 在这个内耳呢 有耳时 是在耳时膜上来的 那么在病态情况之下呢 由于这个耳时脱落 它的这个淋巴液里面呢 它所谓的淋巴的流动 而移动 会影响到耳朵里面 怪平生的一个器官 而发生呢 刺激到这个平生器官以后啊 就会发生 痊愈的症状 这是耳时症 不必要紧张 经过恰当的治疗以后呢 很快就能够好软